雨中 快快快 我们看到路上有小松鼠了 你看你看 你看它蹦得可花了 你看你看你看 看到了 慢点慢点屏幕晃 哎呦 你追不上它的 你往前走它又跑了 我们已经进入了玉朗湖里面 进来就看到一只小松鼠 看到了吗 跑了跑了 上树楼上树楼 在这里 上次我们来也看到小松鼠了 位于木道的附近 有一片占地3.5公顷的草原 我去 种植了很多什么很高的 什么跟口尾巴草长的 很像的植物 就在这后面这玩意儿 这个是叫草原的一个地方 反正玉朗湖里边有6个 就是来什么拍照啊 或者游玩的一个景点 这是其中的一个 但拍照还可以的 我感觉还不错 是这么感觉 有点像中国的厂城 怎么看着 然后我们向前走 今天的人真的不多 因为下雨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 我们这个右手边呢 这边有好多植物 就是好多人就是过来 种一些东西啊 好像一人认领一小块这个地 然后种也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知道是大概这样啊 然后呢 玉华园的 就是目前那个 还在进行装修工程呢 所以说我们那个 去那个 其他的园区就去不了了 只能在右朗湖这个里边 留大 但这个湖里边要 这个玉华 右朗湖也很大啊 不是湖里边 湖里边游不了游 我就只能两下挖游就得了 就有一个小河 我们从这过去 我好像把自己给走丢了 这个方向有点晕 反正这园里边的话 图妈妈我们溜的也挺好的了 湖畔的墨占道 我们现在走到这来了 已经开了灯了 还是很漂亮的 夜晚的灯开了以后 这里边真的很美的 走在300米长的墨占道上 不仅能感受到了 穿行于50种植物 这周边有50多种的植物 好像没看到那么多 近距离的欣赏湖畔景 舒适感 各种的鸟类和昆虫 确实昆虫很多 特别是蚊子 但是现在还没有蚊子呢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 被蚊子咬的不行了 因为上次没下雨 下雨的时候应该是 蚊子比较少一点 还是比较好一点 让我们看一下全貌 然后从这边就转过来 然后再往前走这里 哇这路还是挺长的 看着这个东 感觉还是挺漂亮啊 现在给自己又整丢了 我去哪的话都会把自己干丢了 也不知道咋回事 导航整的不太明白 就算是在国内的话也是一样的 就开车什么的 你跟我说什么东南西北我不知道 你跟我说什么上下左右 那基本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上高处 我就下来的话 肯定不是在那个想下去的口下 更别提说是走路了 走路但是路丢了的话 人丢了的话不要紧 因为路还在这 可以再找回去 所以说我慢慢走 慢慢留着 夜晚的时候这边有灯光 还是蛮漂亮的 现在就基本灯都打开了 还挺好看的 还挺漂亮的啊 看下这边景 主要是没人呐 我可以随便拍 不影响别人呐 再往前走 继续走一走吧 跟着导航走 导航都已经不能提示 我们继续在那的 一会儿向左转 一会儿向右转 所以说我们就挨着这个边 往前溜达 看前面有几个建筑物 应该是走对了 走走吧 我们走到这个小圆区了 这个是小豪玩的地方 这儿我就大概知道了 咱往里面走一走 走到这嘎嘎了 今天不浪费时间了 不看这边了 这都是景点 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反正就基本就是 休息区啊 小孩子玩的呀 或者大人呢 在这儿 简单的就是歇一下的地儿 然后我们向前走 拜拜 怎么样 就住啊 一定要脚鞋子 不要走这个路段啊 这路段是住完了 好多手停车 我们过来了 你们安全吗 拍照的话有危险 一定要注意哦 这路段我们还是顺利的走过来了 但是如果说雨天的时候 特别是小朋友 没有家长的陪伴的话 不要走这条路啊 还是有点小小的危险的 来我们向前走 我们之前来当时 应该是一年 或者一年半之前了 来过这里 我之前的视频 有播的 有之前的视频 朋友们可以想看 那个白天的景的话 可以看一下 那会儿是疫情 刚刚新加坡刚刚开始 有一点收紧的时候 哦 这是玉华园 然后我们现在在的地方 是叫玉兰湖 我一直把玉兰湖 就是归结为玉华园 玉华园是玉兰湖 的里面的一个景 对不对 那就行了 我脑的比较笨 所以说大概知道了就行了 朋友们知道了也就行了 反正别笑话就行了 上一次来的时候 才正卡了 卡的人要麻烦这样 还有幸 露下来我的脚在天上 这个里边的话 还是真的很适合小孩子来 大人带小孩子来 因为这里边是不收门票的 虽然晚大 但是看这边还不错的 这边是刚刚我们拍到的 刚刚我们从前面 这个方向过来的 然后上进去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 那个小湖的全貌了 我们上来了 然后就大概看一下吧 夜景的话 灯光很美 但是灯光再美的话 就是看近一点的景 或者暗一点的地方的话 就不会有那么漂亮了 看前面有地铁 那个地铁 看到了吧 都走过去呢 然后前面正对面的这个岛呢 这个这块还在建呢 前面这都在建呢 所以说也不知道 是不是什么开放了 但是这个规模真的很大 这也算一个小的居高点了 能看到这个前面这里 挺舒服 这几天日好多人在这边聚会 很多哦 景色漂亮 当然有一点 就是比较稳稠比较多 都是些年轻人 很舒服 下面有船 然后前面呢 一直连着我们这个湖 前面走 然后我们从这个角度 下来走的话 前面这边好像应该是公墓吧 然后隔着那个湖畔 湖水的下面这个景 然后倒影着这个楼房 真的很美 怎么这么好看呢 被我发现了 当然没错了 我走对了嘛 夜景不舒服漂亮 夜景盛美 盛好盛好 走了 我们走到这儿了 雨下起来了 前面有一个 是喷泉还布布啊 喷泉 喷泉 它是挺漂亮的 但这个是小喷泉的那种 但是我们能看到下雨 很舒服 迎接新年 我们就是等待下雨之后 然后前面是地铁 我觉得这两天 哪个角度好看呢 心情好美丽 我们走过了 这段的景 看一下我们的来时路 然后这边 这边看这个冬光的夜景还是挺美的 但是我们也在回家了 下起了雨 然后呢 朋友们 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身体健康 恭喜发财 红包 董哥春节的时候再拿来吧 朋友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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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